那个世界的人是化身的 容貌永远不变 身体永恒不变 真的 我们一般讲的 菩萨菩萨年年十八 他不老吗 他永远不会老吗 那为什么呢 他们有阿拉耶识 我们这些会变什么 就是有阿拉耶识 阿拉耶识是能变 所以我们这个三老病 是他所变的 他本身又有生灭 所以他变的东西 统统都有生灭 生灭法是差别相 但差别之中 有个无差别的 不生不灭 无有差别 就是平等相 这一句也不好懂 差别是什么 差别是相 我们就说一个 普通的这个讲话吧 刹那生灭的 相似相续相 这是差别 无差别呢 无差别是心 我们用电视屏幕 屏幕就好容易理解 屏幕里面点 阴身色相 差那生灭 有差别 可是屏幕 没有差别 屏幕是平等相 差别 差别 与无差别 不二 故隐 设下那平等意向也 这一念 又行又实 都不可得 这叫平等意向 精神的现象 物质的现象 都是一念起的 这个一念 主要知道 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 一秒钟当中 有多少个一念 如果弹指 我们算五次来讲 弹得快就 五次 多少啊 1600兆 1600兆 的念头 那他怎么不平等呢 啊 当然是平等 是幻想的 他不是真的吗 嗯 我们再翻开来 看第十八页 还是说这个问题 那 嗯 舍相 以神啊 这意思太神了 若名舍相 结为 大臣 离 离是什么呢 离是金之体 也就是 这个金 以什么 说出来的 它有个道理 这个道理 叫大臣 离 下面 老句是用比喻来说明 自以玉民 譬如 以金 制作它 香 贫 碗 串 还 这是我们的懂得的器具 黄金制作的 过弦呢 差别之相 他有他的相 这个相可以是佛相 可以是人相 可以是玩具的相 是什么 器 用金跟器 来作笔 它有个别不一样的相 若将重器 重入野炉 复化为金 在原有著相 境界消灭 但过去本体之经 认旧如实 统统把它融化出来 那就是金 可见呢 过去差别之相 有生有灭 皆输入虚妄 但过去本体之经 平等一向 不生不灭 不正不解 这个比喻好懂 古代的 用一句话来说 以金做器 器器接近 把金 比喻做 自信 清净 圆明体 这是自信 把变法界 虚空界里面的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比喻做器 都是这个体 变现出来的 体 能生 能信 阿赖 阿赖也 实 能变 为什么一阵法界里面 东西不变 永恒不变 我们就明白了 阿赖也 能变 是法界 一阵 庄严 是所变 世报 庄严图 没有阿赖也 已经转阿赖也 为大元 所以他 只有能信 能生 能信 没有所变 没有能变 所以在那个世界的时候 永恒不变 那个世界的人 是化身的 容貌永远不变 身体永恒不变 真的 我们一般讲的 菩萨菩萨 年年十八 他不老吗 他永远不会老吗 为什么呢 他们有阿赖也十 我们这些会变 就是有阿赖也十 阿赖也十是能变 所以我们这个 生老病 是所变的 所以我们这个 他本身又有生命 所以他 他这个变的东西 统统都有生命 所以是 一阵法界里面 我们都是讲 十报专严图 那里头没有生命 他不用阿赖也 由此可止 四身法界 有没有变 你们想想看 阿罗汉 拼之佛 菩萨 佛 摄法界里面的佛 都有变 他用阿赖也 不过他变得速度慢一点 不像我们这么快 变得很快 他变得慢一点 就是了 是道理在此地 极乐世界的花 永远不会写 永远不会哭 气候没有这个 太冷太热 没有这个现象 为什么呢 那个世界里面的人 都不用阿赖也 带夜往生去的人 也不用了 这个很奇怪 带夜往生的人 为什么不用呢 阿弥陀佛本月 加持他的 你看四十八月里面 讲的很清楚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悦至菩萨 在哪一月讲的 在十九月 就是发菩提心 那一月里讲的 都说阿维悦至菩萨 阿维悦至什么 切地上 虽然是带夜往生 烦恼吸气 真的一平也没断 可是在极乐世界的享受 那个待遇 是七地菩萨的待遇 你不是七地菩萨 到那里享受七地菩萨待遇 这谁给你的 阿弥陀佛给你的 沾阿弥陀佛的光 托阿弥陀佛的福报 都不是自己的 这一种殊胜 摄放祝福世界里都没有 只有极乐世界 有这种特殊的待遇 佛没有说 这个借座阿维悦至菩萨 他说是凡圣同居徒除外 他没有说这个话 既然没有说这个话了 那凡圣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也有这个待遇 注意 真的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还能不求生净土吗 你还会去搞别的吗 搞别的 累死了 第一声未必成就 你死心塌地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三年两年就成功了 那就取得了 他搞什么 你真的是万元放下了 这为什么放不下 没搞清楚 就搞清楚之后 我常常劝人 我又不是劝哪一个 哪一个人未必会接受 我劝大家 我们就多想一想 学廉耻大师 廉耻大师说 他觉悟了 他搞清楚了 三藏十二悟 让给别人悟去 你们哪个喜欢 哪个就告去 我不告了 八万四千行 饶于别人行 那我呢 一部弥陀金 一句阿弥陀佛 定了 廉耻大师 再也不告了 这也是给后人做很好的保养 净头五斤 度行 五斤度受持 也可以 五斤当中受持 一样也行 你看这方便多方便 多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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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ae